这期给大家讲就人币还会升值吗 人A股反弹能走多远 一跃全球市场的变盘时刻 那我们再来讲讲汇率 那关于汇率的判断呢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会员里面有很多也是做外贸生意的 那人币汇率呢 我上次之前也讲过 就是它的这个升值 这一波的升值呢 可能这个幅度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7 7附近或者7往上一点 就是你不要指望这个 它可以升值有很大的幅度 比如像这个达到这个6.7啊 这种位置可能是比较难了 是比较难 那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 外部的因素就是美元指数的这个因素 内部的是国内的经济这个发展 那美元指数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美元指数呢 就是我不太看它有系统性趋势性的大跌 就是比较难啊 就是跌到95啊96啊 这种很深度的下跌 那可能在100附近呢 就是它的一个偏底部 其实美元指数大家也发现 就是它是一个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 它是一个逐级台阶向上的一个过程啊 比如说在这个2014年啊 5月份那时候 就上一轮在量化宽松完了以后 准备开始停止量化宽松 那个起点的时候是80啊 就是从70到80这个台阶 80以后又到90这个台阶啊 90以后又到100这个台阶 你会发现美元指数这些年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 这15年间 其实是一个逐级向上的一个过程啊 即使是中间伴水的 比如说2020年海量的这个无限量化宽松也好啊 全球利率降到零也好啊 就是在那种宽松的情况下 都没办法把美元指数啊 就达到这个90以下 或者达到这个80啊 70啊 如果按正常逻辑来讲 很多人会认为说啊 搞无限量化宽松 那美元的这个货币信用受损 对吧 或者说是美元应该是贬值 贬的很多才对啊 因为是无限量化宽松 而且是零利率嘛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即使那种情况下 美元指数不过也就是下行到90 而且后面呢 还是逐渐在上台阶的 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些内生性的原因啊 可能我们有些现在还不知道 或者还没有完全摸清它的逻辑啊 就是这种内生性的 美元的这个持续上台阶的这个背后的机理和原理啊 就从我个人出现思考来讲 我觉得这里面跟就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内在收缩性有关啊 就是美元的这种海量的放水 它本身呢 是一种啊 这个债务的驱动的本质 那就是钱即使债 债即使钱 他这个债务可能有内在的收缩性这个原理 而造成了这种美元指数的足迹上台阶 那但这个我就不往深去展开跟大家讲啊 不往深去跟大家讲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呢 可能它很难啊 就是有系统性啊 这个系统性的趋势性这种大跌啊 就是在这个下一轮的量化宽松 或者下一轮的零利率来临之前啊 或者是下一轮的全球经济繁荣来临之前 我觉得美元指数很难有系统性的这种大幅的下跌啊 所以说可能美元指数在100附近呢 就是它的一个偏底部的一个区域和位置啊 这是外部的因素 那内部因素呢 就是国内的经济的这种下行压力呢 没有完全的缓解啊 就是持续呢 还是有一定的下行压力 刚刚呃 好像PMI12月份的数据也出来了 好像比上个月还要低是49 是吧 刚刚我瞄了一眼 所以说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呢 还在持续啊 所以说结合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呢 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的这个升值 这一轮升值呢 就是你不要指望太多啊 就比如说想回到6.7什么的 这是很难的啊 可能是在7附近上下啊 或者7到7.1之间啊 就是大概这个区间吧 那关于汇率的判断呢 呃 运气也比较好啊 就是整个这一两年来 基本来说一直都是正确的 就是关于汇率的判断呢 我们一直都是啊 就是比较准确的 那包括这个在去年11月份见顶啊 包括在这个今年10月份的时候 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认为人民币可能会贬到9.5 7.5啊 甚至到8的时候 我都明确讲了啊 就是说这个 它不会急扁和快扁啊 就是暂时啊 不会急扁和快扁 所以说当时到7.3的时候 我没有再去往更高的位置看啊 基本我就说可能要拐头了啊 那现在也确实拐头了 所以说在汇率判断这一块 呃 比较有幸啊 就是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啊 就美元指数也好啊 人币汇率也好啊 基本就是这一两年 基本都是正确的 没有错过啊 所以我希望这个记录呢 还能给大家保持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呢定时直播 那我们呢下期再见